副理乡长陈荣冲因为乡亲抗议垃圾转运站以及招罢免案而决定不再收佐西乡垃圾 引发各界关注 县原高小城随即组成了议会的专案小组 邀请到县府环保局副理及佐西所会的首长代表召开协调会 最后是决议佐西乡公所要找寻站置垃圾子母车的土地作为垃圾转运 并且领定设置乡内垃圾厂计划希望可以一劳永逸 副理乡长陈荣冲二度表达三个月后 罗山垃圾转运站将不再收放佐西乡的垃圾 打破了两乡这二十多年来的和睦情谊 县议员高小城 黄灵兰 哈尼嘎兆 以及副议长潘岳霞共组专案小组来居中协调 并邀请两乡镇所会首长代表坐下来协调讨论 我想请我们地匯会这边都替我们都山村的村民 能够大力的出离一下 那真的有落实有机村 转运站在那边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都没有开公平位 没有开收平位 所以才会有强烈的反应 今天这个问题 认为这个问题 不是我旁边的乡长任内有的问题 我希望 因为立泽检也快满了 那也想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环保局 如果和平那边如果是已经OK的话 我是希望我们南西所有的垃圾 尽量往那边赶快解决掉 副理箱拒收卓西箱的垃圾 乡长吕碧嫌也能体谅 协调会上副理箱所会代表就共同建议 县环保局协助卓西箱设置自己的垃圾转运站 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 刚刚劳局长也有说 请卓西箱公司去找一块地 那将来他那个转运站 是不是请环保局把副理箱的这个转运站的这个金费 然后赶快尽快在今年度 一百一十年度赶快去争取 就把这个金费放到卓西来 但由于涉及土地取得不易 经费以及还评 原基法等限制 旷日费时 眼下每天1.5吨的垃圾量 是否就由公所来直接清运到宜兰立泽垃圾焚化场 也引发热烈讨论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嘴里箱的垃圾 因为毕竟我们垃圾没有多 一天送1.5吨 1.5吨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送到立泽去 两天送一次 是不是一公吨一公里五块 对 所以还是要看顿 其实我的建议 我们黄保局这边应该在我们南却 找一个地方 做一个小型的缝化炉 缝化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与妇女瑞瑟的垃圾都可以拿去那边去扫 这个当然是一个计划 一个计划 那个应该可以可以这么想 不理乡据收卓西乡的垃圾态度强硬 卓西乡也不强人所难 但是垃圾问题 不论地方还是县政府都得要面临解决 县议会专案召集人 县议员高晓成就表示 县环保局和台泥合作辟建的水泥焚烧垃圾场计划 两年工程期间的空窗期 除了要求县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另觅土地 暂时放置垃圾植母车 再者也建议县环保局能够在南区设置一个 区域性的垃圾焚化或转运厂 来彻底解决 改善花莲南区市乡镇的垃圾问题 记者是预览卓西采访报道